欢迎来到KK音乐 24日,郭正旭在与新闻一的通话中透露了自己与朴世英结婚的消息 并表示,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感,但是非常开心和幸福 因当前防疫情况,所以很谨慎 但正以幸福的心情好好准备 郭正旭说,朴世勇一起出演学校2013作品的时候是同事,后成为了缘分 接着表示,因为互相工作一样,很有同感 会分享了对工作和演技的苦恼,觉得是彼此适合的人 郭正旭对于今后的计划表示,女朋友结婚后也会马上进入作品 很高兴能接连传来好消息 我们俩人都会努力继续好好活动,展现出好的一面给观众 此外,朴世勇所属公司传出了与郭正旭结婚的消息 所属公司表示,朴世勇、郭正旭将于2月中旬在首尔某处举行百年加约 所属公司表示,两人因为一起出演电视剧《学校2013》的缘分积累了友情 几年前发展为恋人,培养了爱情 有时像朋友一样,有时像恋人一样互相守护的两人 作为一同的同伴者,希望大家能给予温暖的支持 朴世勇,2002年、2003年作为儿童演员活动 2011年通过SBS电视剧《如果明天到来》出道后 出演了《赤道的男人》、《爱情语》、《神医》、《学校2013》、《心情好的一天》等 在MBC《我的女儿秦四月》中饰演反面角色,开始正式录练 最后在《美丽心灵》、《儿语》、《钱花》等作品中活跃 郭正旭也是同性出身 后来凭借《许骏》、《学校2》、《精灵》、《明成皇后》、《野人时代》等作品受到关注 宇朴世英主演的《学校2013》之后 他还出演了《刀与花》、《神的礼物14日》等电视剧 李生基所属公司相关人士表示 李生基街道出演《依法相爱》的提议 正在进行最后的协调 《依法相爱》是翻拍自同名漫画小说 此剧讲述了被称为怪物天才的 前职检察官出身的建筑物主人 和韩国小姐出身的律师 一起在律所兼咖啡厅里发生的爱情故事 李生基被提议饰演前任检察官出身的建筑物主人 郑浩一决 《依法相爱》以明年8月左右播出为目标 李生基继去年TVN窥探之后 今年又通过《依法相爱》回归电视剧剧场 是否变身为治愈法定浪漫的剧 备受关注 《依法相爱》回归电视剧场上的词